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我们在明哥聊太极的前面的频道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记得原来呢有一个说的四两拨千金 这个有这句话呀在太极拳界的这个领域里边很多人都知道这句话啊太极叫四两拨千金 这个为什么太极拳不用力啊用意不用力因为他能四两拨千金 这个四两拨千金这个话题明哥聊太极前面呢大家经常听的人记得有这一期视频 那么今天呢我们再聊这个四两拨千金太极拳为什么能四两拨千金 那么前面我们的视频聊的是呢我们牵的是牛的鼻子 是吧捏千牛鼻子我们把这个龙头我们说这个龙头啊 利来了把这个头把这个火车的头给它转点像让它旁边开它虽然这个火车很重 那么但是呢这里边有一个问题那么他不听你的他不听他就是来你就拨不动它 这是为什么呢有这个这个不是不是留言不是这个听众朋友的留言说提到四两拨千金为什么拨不动呢 这是我呢回想起来在我推手的时候有些人他在问到问过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你说四两拨千金为什么对方力很大我却拨不动它拨不动它这是为什么 这就是民间传承它的一个害处什么害处呢民间我们说明格辽太极是把民间的传承 原分不动的搬到这个视频上来那么民间的传承就是告诉你四两拨千金我们上一期视频做过了你看完了你还拨不动 什么原因就是因为那一个四两拨千金被没有讲到为什么拨不动这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一聊 怎样才能四两拨千金 你要怎么做 那么上一期的视频呢也是这个这个话题怎么样做才能四两拨千金 那么仅仅是那一个方面今天呢我再补充一个方面大家就会更明白了这就是这就是民间的传承就是这样的 老师的今天想起来这样讲他不可能民间的传承不可能是那个老师他讲一次告诉你 怎样四两拨千金一句话说是真传一张纸假传万件书一句话你就全会了 但是这一句话你理解的怎么样理解的不好过一段时间老师看你理解的不对老师还会去补充去说明 这就是民间传承的问题 那么我们现在讲四两拨千金为什么拨不动 是因为你没有掌握四两拨千金另一个要理 你龙头我们说龙头的作用把这个前边的方向领着牛逼的走这是一个 另外还有一个要使对方怎么样跟要起来 我们说拔根把它的根要拔起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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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这个东西我们大家看这个叼车叼很重的东西这个成灯几千斤的东西那个叼车抓 抓起来我们这里经常有砍树的树很重那个叼车抓那个树干把抓起来放到卡车上了这是什么原因 它抓起来以后我们看因为它是机器它有力量 我们这是假设它现在抓的是一千斤东西上面有一个钢丝绳我们叼车上有一个钢丝绳底下抓了一千斤东西的话悬在空中 有我们看的工地特别是盖这个工地盖这个盖房子啊就盖这个工程搞这大的桥梁啊什么工程 你经常看到这样一个画面什么画面呢一手拿个小旗子啊这里拿个哨子嘟嘟嘟吹上面呢开叼车的人呢就是听他的话然后下下然后那个货物放下来 但是那个货物要放那个准确的地点的时候如果不准确这个底下的这个人手会扶着这个货很重的货稍微稳他一点点这一千斤东西他手稍微碰一点这一千斤东西就会移动位置 这个位置移动到一个准确的位置他哎下下哎那个货物下的准确的位置为什么这底下这个人一千斤中的东西这个人只是举个小用手稍微碰一下这个货 这个货就会动呢他一千斤中这个人为什么能搞得动为什么能黑得动是因为这一千斤货是掉在一个钢丝绳上底下是没有挨到地没有摩擦力 没有挨到地的原因所以他能拨得动那么现在就回到太极拳的四两拨千斤是要把对方的根拔起来不挨地像货物一样他使他不要挨地然后使他平行的移动稍微动一点点他就会他就会移动因为像货物一样他不挨地的时候一千斤东的波动你一个人才多重呢你离地了一拨他就会动那么 怎样使他使他离地呢这是我们今天聊的关键的关键关键的关键是怎样使他离地呢那么我们练拳说大太极拳说自己像一个球啊像一个球我们像一个我们像一个气球是飘在水上的我们是飘在水上的我是飘的飘的对不对 那么当对方的力量压到我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怎么样我是在水上飘的你一飘一动呢这个物体就会动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问题在哪里呢问题在对方的脚有朋友会提出这个问题对方怎么就会起来了呢因为对方只要向你下面按的话大家想一想我两个手想 对方向你往下面用力按的情况下脚是不是起来的如果我向下按脚步起来的话我这个力量能到手上吗所以对方只要向力量到我身上的时候 你只要接着这个力量一飘对方就会改变方向是因为他的力量到你的身上以后他的脚是离开的表面上看他的脚是挨着地的但实际上他的重量已经不在脚上了重量在手上那么他重量在你手上以后对方的脚就会离开力量力量就会离开地了 力量就会转移到这个力量他脚上就没有力量了你往下一按脚上就没有力了对不对脚上就没有力了这个道理很明白对不对很明白那也就是说我们在练太极拳的时候练的是什么呢有很多练太极拳的人他练的时候他是这种假释就是哎他是往下往下这种练 其实呢我们说自己是一个球在水中游泳在水中游泳是水把自己飘起来了你看我在水中一个球在飘在水里人在水里游泳的时候水也是飘的我们练的是那种飘的感觉所以对方的劲压到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对方的脚起来了我仍然在飘动对方的脚会移动 好那这就今天聊到的关键是两点第一点对方的力量到身上的时候对方的脚一定是起来的他就起来了起来的时候你稍微一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什么是我们练拳的时候要把自己练成一个漂浮的一个球我们这个球是充气的而且他是飘的不是 不是往下往下练的不是往下练的四辆拨千斤就是我们讲的这两个要素一个你自己是漂的对方是压在你身上以后他的跟起来了他跟一起来就像个飙车飙的货物一样他离地了你手稍微碰一点他会歪就是这个道理好那么今天的明格聊太集所谓的四辆拨千斤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这个频道我们下次再会